我们看了这副尊荣啊 简直是把隔夜万能吐出来 这分明就是核弹级的生化武器好不好 要把全球人类都生生恶心死 但这货呢 每天浓砖厌抹 大高跟鞋穿着 唇膏抹着 各种变砖照拍着 照片天天上传美西方集团各媒体头条 而白左们如痴如醉 他们惊呼到这才是时尚 这才是美 或许你要问了 这白左们都是傻缺吗 连最基本的美丑都不知道了 关注土豆 今天咱们和大家聊聊 这个关键战场 我们与美西方集团终有一战 也欢迎将您的高剑打在公屏上 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 长按点赞 我们继续观看 作者一个坏土豆 演播卡家 很多人让我聊聊 苹果手机的辫子客服辱花事件 在谈这个之前 我倒是想让大家关注一下 苹果刚上的新品 Apple Watch彩虹版系列 它的全球宣传画风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这就是苹果的代言人 而苹果的这款产品 是为LGBT艺术家领袖群体能设计的 看完了这些 我们再看看华为 Watch GT4的全球宣传画风 是这样的 两边一对比 美丑一目了然 苹果用这样的宣传画风 我是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在2022年美国小姐选美中 他们选出的最美的冠军 是这样的 哼哼 260斤 还是跨性别者 别吃惊啊 这样的审美画风 已经席卷整个美西方集团 毕竟呼称最高的美人鱼 扮演者是这样的 而罗密欧朱利叶是这样的 觉得美不美啊 你可能会说 卧槽 看着这玩意儿 我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你这么说当然没问题了 因为你这是在中国 随便说都没事 但是如果你是在欧洲或者美国 你要敢在公共场合说这话 那你死定了 白左梦会弄死你 你家窗户当天就要被人砸了 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冒犯 美西方集团的绝对政治正确 我们记得很清楚的是 美西方集团一直想操控 全球的审美标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2000年时 西方集团集体将吕燕 定为最迷人的东方面空 得到世界选美比赛的亚军 而最近的例子就是 某美院处心积虑 精心在全国搜落一堆秘密演 作为他们的毕业设计作品 还有被美西方集团 高度赞誉的陈曼的作品 反正就是中国的相关作品 如果想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 就一定要是歪挂地早 这才是他们所认可的美 一直以来 美西方集团牢牢地掌握 全球审美的标准制定权 那什么是美 什么是时尚 必须由他们手刷算 简单粗暴地说 他们这样做有几个目的 首先最简单的就是生意 全球奢侈品大约有 4000亿美元的市场 文化产业大约有 1600亿美元的市场 还有庞大的艺术品市场 加上衍生的各个产业 大约超过万亿美元 这些领域几乎都是被 美西方集团所独占的 因为美流行时尚的话语权 被他们所严密控制 长期以来 美西方集团给人强烈的暗示 中国人长得就是 维满洲这样 美国人长得就是 斯嘉丽那样 在长期的这样的影响下 你会得到一个感觉 您看您都这个形象了 还有什么资格去定义美呀 你知道什么是 时尚和流行吗 所以中国科技 再先进也只能挣个辛苦钱 华为研发了最高端的手机 卖个六千块 被人满嘴喷说是割韭菜 这帮人抹黑弯华为 就去买一万块钱的LA拖鞋 一万一千块的Cucci遮阳伞 八万一千块的Tiffany刷碗钢丝球 反正就是中国知道 它就只能卖白菜价 洋人的东西 咱就说 最近出了个LA翻不单 成本不会超过十块钱 乌央乌央的人扎堆去买 大热天的排队 七百八十块钱的 国外奢侈品在中国韭菜割道飞起 一边疯狂鄙视消费者 一边是价格上天 还是一群人跪田 它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 洋人的东西 才代表了美和时尚 做生意 割韭菜 好羊毛 这只是美西方集团 获得审美定义权的 最浅层次的目的 而真正的目标 是颠覆我们的文化自信 他们首先定义审美 然后再顺理成章的 去定义正义 就像二十年前一样 你去电影院看电影 代表美国电影的是美国队长 代表中国电影的 那是举斗 代表美国小说的 那是老人与海 代表中国小说的 那是风乳肥臀 你天天看这样的玩意儿 什么是美 什么是丑 还不清楚吗 中国的文艺界 如何才能得到 美西方集团的认可 瑞典文学院 对中国小说家的颁奖词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为什么给他颁诺奖呢 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 没有真理 常识与怜悯的国度 这里的人 愚昧 无助 可笑 而这样的作家 到了日本 又是无比的谦卑与感恩 动情的记录 每一个美好瞬间 我们不是说了吗 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数据 收买亲日派的钱 不给中国每年 不会超过六亿 而99%的亲日 都是自愿 跪舔日本的 1450非常少 因为日本没那么多钱 更多的 那都是250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中国文艺界 大量无耻贼寇 与昂萨北方河流 他们时时刻刻在告诉我们 中国的一切都是仇恶的 而美西方集团 才代表了美 代表了正义 所以你认为 今日们跪舔日本 他们会惭愧吗 不 他们不仅不会惭愧 还认为这是弃暗投明 别说日本不给他们狗粮了 让他们倒贴钱 他们都愿意做汉奸 我们再接下来说说苹果这件事 美西方集团一直妄图控制全球的审美标准 进而获得正义的解释权 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 白左的崛起 却彻底打断了他们的节奏 白左在美西方集团以绝对的政治正确 快速站上了不容置疑的最高的道德制高点 他们以谁弱谁有理为基本理论 重塑了自己的审美 一大批的黑飞锁成为了他们的标准 但你以为这仅仅是这样吗 在民主党全面的助攻之下 现在白左们举起道德的旗帜 一定要颠覆人类本能的美宠观 要尽量做到辣眼睛 连变装屁都代表了公平和正义 比如以下这位拜登新任命的高级部长 我们看了这副尊容 那简直是要把隔夜饭都吐出来了 这分明是核弹级的生化武器好不好 要把全球人类生生恶心死 这货每天浓妆艳抹 大高跟鞋穿着 唇膏抹着 各种变装照拍着 那照片天天上美西方集团各个头条 而白左们却如痴如醉 他们惊呼到这才是时尚 这才是美 或许你要问了 那这白左们都是傻缺吗 连基本的美丑都不知道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人类对美的追求它是一种本能 而且全球的审美其实都是大差不差的 白左的意识还真的没有到这种反人类的程度 但是欧美现在大清文字玉 动辄上纲上线 所谓不问美丑只问立场 你但凡敢说黑人版的美人鱼太丑 那你死定了 这就是触犯了美西方集团的绝对政治正确 会被白左们掀翻在地上 再踏一万只脚 网暴射死那都是轻的 家里房子让人点了那都不过分 所以在政治正确的胁迫下 现在昂撒人全部都在装傻 LGBT版本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出来之后 黑人版的美人鱼出来了 所有的昂撒人都捏着鼻子 强忍着恶心 大声呼喊道 这太美了 简直 这才是艺术 这才是时尚 这正是一边大口的吃米甜供 一边还要大声 说我没太美味了 我还有点饿 其实美国人这么干吧 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利益链条 所谓尊重少数派 不过是白左中心层和NGO的声音 就和德国的移民声音一样 一边高呼平能自由 一边坑着政府的钱 再想办法把移民强迫性交易 一边做着肮脏至极 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勾当 一边还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而德国普通的老百姓 只能一边被他们鄙视 还要一边被难民们打劫抢劫 还不得不做出享受的样子 那心中真是日了一万只狗 而现在美西方集团这种白左标准 已经绑架了越来越多的人 敢怒而不敢言 被迫地接受他们的审美价值观 我敢断言不出十年 伴随着白左们的不断作妖 拜登政府的添油加醋 这将成为美西方集团 不可撼动的主流价值观 那苹果的辫子客服辱华事件是啥的 我还真不认为苹果能蠢到得罪最重要的市场的消费者 它只是久居暴市不闻其臭 被白左价值观不断侵蚀 他们自己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美 什么是丑了 这正是马虎不知它是头驴 那幼鸟不知它是只鸡 这就是美西方集团的白左价值观 话说回来 美西方集团一直以来深暗一个基本道理 那就是制定标准 通过标准来掌控绝对的话语权 你中国皮草卖得好 那我就说你是残酷对待动物 你中国棉花卖得好 那就是所谓的强迫劳动 但是他们杀人放火 那就能百无禁忌 而对全球审美标准的掌控 可以说是一直以来下的一盘大棋 在中国无良又无耻的文人配合下 可以说是势如破竹 在国内培养了大量的美丑不分的恨国党 在二十年前 你去看看中国诺奖作家的小说 再看看美国 什么二十二条军规 什么心灵捕手 那再去看看局斗这样的作品 再去看看美国队长 谁代表了正义 谁代表了邪恶 但是今天 你看看好莱坞搞的那些乐色 还有拜登任命的一群骚首弄子的部长 只要是一个有正常审美观的人类 都不想喊一嗓子 可他娘的赶紧滚犊子吧 别恶心人了 你看看美国 那黑美人鱼 再看看中国的流浪地球 请问谁代表了美呀 谁代表了正义 所以当时战狼出来之后 被一群恨国党围攻 他们恐慌的是 昂萨人打架的思想刚硬居然松动了 能轻松灭掉一个诗 拯救地球的只能是美国人 那这工作怎么能让中国人去干 在未来的十年 白左价值观将把美西方审美的标准侵蚀的一踏 他们自己就会自乱阵脚 给全球观众端上来一盘盘热乎乎的投屎 美与丑的标准之争 我们终将会有一场和美西方集团的决战 只要中国的无耻文人能少点 不要为了美西方集团那所谓的大将 而疯狂抹黑自己的国家 而多出一些优秀的文化作品 那在以后我们必然会向全球诠释什么是真正的美和正义 好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 关注投投入点赞收藏不迷路 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